欢迎收看老婆顶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国产权益电影 蝴蝶公墓 小蝶是个知名的舞者 几年前 他的男友神秘失踪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他 一次小蝶在舞台上晕倒 为了让他放松身心 经纪人帮他结了个新工作 一个文化基金 邀请小蝶 成为他们舞蹈团的艺术总监 顺便帮忙 中团里选出一名零舞人 参选的一共有四名舞者 和这四名舞者一起 小蝶参加了基金背后的金主 装饰集团举办的宴会 在宴会上 小蝶看到了集团的大少爷 这个大少爷 无论是外貌还是身形 都像极了小蝶失踪的男友 但大少爷却坚决否认 自己见过小蝶 在庄家 小蝶和舞者们 遭遇了一群神秘蝴蝶的袭击 由于最近气候变化异常 他们也没有特别注意 但是他们住的时间越长 唯一的事情就越多 两名舞者先后离奇死亡 并且死状都极其恐怖 看起来像是中了什么毒 小蝶觉得 这个庄家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 其实庄家是个医学世家 一战时期 为了抵抗生化攻击 曾经研究过一种 叫蝶毒的病毒 庄家的先被 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实验 但是实验失败了 这导致庄家的每一个男丁 都活不过40岁 为了改变这个命运 庄家每一代人 都致力于研究血清 小蝶的母亲为了钱 在怀孕的时候 自愿做血清实验 虽然实验成功了 但之后每隔一段时间 就必须提取一次 他的血清 用来延续庄家男子的生命 上次以往 他终于受不了这样的折磨 最后自杀了 庄家的老爷 看到这样的场景 心怀愧疚 浴室定下主规 不能为了活命 伤害他人 他送走了 拥有血清基因的小蝶 还抹去了他的记忆 但庄家的夫人 不忍心家族断了香火 老爷过世后 他命令大少爷 去将小蝶带回来 但大少爷却爱上了小蝶 不仅违抗命令 还用生命 威胁庄夫人放过小蝶 庄家这一代 一共有两个少爷 大少爷愿意为小蝶死 但二少爷不行啊 二少爷的爱人 是庄家管家的女儿 为了研制血清 保住庄室家族 管家把他当成了实验对象 但是实验失败 虽然他保住了命 但也变成了蝶人 为了救二少爷 他加班舞者 取得了小蝶的信任 之前死亡的那些舞者 全是因为发现了庄家的秘密 因而残遭毒手 蝶人迷运小蝶后 把他带到了蝴蝶公墓 他给小蝶注射了蝶毒 借此放行他身上的抗体 等到蝶毒彻底融入小蝶的身体后 他就能成为血清体取机 延续二少爷的生命 关键时候 大少爷和庄夫人闯了进来 此时 小蝶身上的蝶毒生效 他也发生了异变 双方展开激动 危急关头 庄夫人开枪打死了管家 为了庄家 已经死了太多无辜的人 他不想让这个悲剧 再继续下去了 最终二少爷抱着中枪的蝶人 调压殉情 而庄夫人 也启动了蝴蝶公墓的 自毁装置 他决定跟着家族的秘密 一起长眠于地下 小蝶带着大少爷 逃出了公墓 窗子两人过上了 隐形蔓名的生活 这部电影 改编自 采军的同名小说 蝴蝶公墓 一个原本 以旧人为本的家族 为了生存的欲望 迷失本心 最终超市了恶果 以上就是本期老暴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暴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